5月1日消息 Vivo产品经理韩伯孝今日发微博暗示 Vivo新一代旗舰手机Vivo X100 Ultra将在五一假期之后发布 值得一提的是 在该微博评论区中 韩伯孝回答了网友对Vivo新旗舰影像能力所提出的要求 暗示长焦的解析力和夜景比起Pro提升明显 此前也展示过Vivo官方放出的Vivo X100 Ultra照片 前望式摄像头是它最大的亮点 数码博主i数码闲聊站也表示 这颗前望镜超强结合此前的消息 Vivo X100 Ultra手机在影像方面将有所突破 预计将采用自主蓝图影像加菜4T度膜 加前望式摄像头组合同时 早期爆料称该手机有望搭载2K173新屏 支持全亮度1440Hz PWM调光 此外 Vivo新旗舰预计配备50MP的910英寸主摄 50MP超广角采用新传感器 200MP大抵前望镜 采用玻璃机身设计